阿弥陀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阿弥陀佛 来到台南看到各位菩萨非常欢喜 而且今天因缘很殊胜 因为我们跟我一起来的 见到了他的匈牙利老乡 他们见了也当然非常欢喜 能够在一个学佛念佛的地方见到 大家都事先没有想到 非常高兴 这个就叫因缘 尤其是事先并没有安排 碰到的话 这就更是因缘 我们来到这个世界 谁想到我们能够遇到佛法 能够学佛 其实我们事先也不知道 所以能够在此一生遇到佛法 这是非常值得庆幸的事情 这件事情 本来就应该是感到非常快乐 因为佛法它的目的就是让我们能够离苦得乐 管是这一个题目我们听了就会很高兴 因为大家生活在世间 不论是男女老少 都会感觉到事情并不那么如意 有的时候是非常的痛苦 痛苦到无可奈何的地步 有的人可能生活比较顺利 还没有经历什么坎坷 有的人已经非常艰辛 那个滋味是自己知道的很清楚 所以没有人不想离苦 没有人不想得乐 而佛法呢就是这样一种方法 让我们能够离毕竟苦得究竟乐 为什么叫毕竟苦呢 把所有的苦全部彻底的连根拔除 所以叫离毕竟苦 而不是说今天没有了 明天这个苦又来了 这一生没有了 下一生又来了 而是彻底拔除 以后再永远也没有了 什么苦都没有 比如说到了西方极乐世界 所以连苦的名字听都听不到 所以那是一个非常善巧方便的方法 等一下我们就要讲有关念佛法门的一些问题 什么叫得究竟乐 因为这个乐是彻底的快乐 它没有任何苦的成分参加 不是今天乐了明天就没有了 也不是这一失乐了后世就没有了 而是永恒的快乐 比如到了西方极乐世界 没有任何苦 只是乐所以叫极乐 我们诵阿弥陀经的时候知道的很清楚 那谁不想要这种快乐呢 既然大家都想离苦 都想得乐 而且确实就是要离毕竟苦得究竟乐 那怎么办呢 经典告诉我们念佛 非常简单 只要能够念佛 就能够达到这个目的 但是真的有那么简单吗 当然做起来也会有具体的层次 具体的方法 也不见得就那么简单 但是这个目标是非常明确的 那我们怎么能够达到这个目标呢 达到快乐呢 那就要快乐的念佛 快乐的念佛才是我们的方法 因为只有快乐的念佛才能和极乐这两个字相应 如果我们念佛的过程当中我们不快乐 那我们怎么会得到快乐的结果呢 种了快乐的因才会得快乐的果 这是毫无疑问的 因为因果 丝毫都不会错乱 我们种成佛的因 所以我们能够成佛 我们种快乐的因 所以我们得快乐 而且从种的时候 就是要种和极乐世界相应的那种快乐的因 那是什么 叫清静 要清静念佛 清静念佛的意思呢 就是一心不乱 因为乱的话 就不清静 我们一边念佛 一边想我们很多烦恼的事情 痛苦的事情 那就不清静 叫夹杂 夹杂了很多痛苦的因素 这样我们得到的结果呢 也是有苦还有乐 有乐当中又夹杂了苦 因为它不清静 我们看佛教的宗旨 佛教的方法 第一诸恶莫作 这就断了苦因 诸恶莫作 就不会有苦果 种善奉行 就是种下快乐的因 做种种的善事 当然就会得到种种的善报 但是佛教到这里没有停止 后面还有一句话 要自敬起义 因为如果我们执着于善法的话 也会有苦果 因为还有执着 没有放下 修功德我们还有一个自我 还有一个我来修 还有一个我要得这个果报 这不清静 因此后面佛教一定会有另外一句话 叫自敬其义 从内心深处 把你的染污的种子都全部清理掉 用什么方法清 用佛号 因为当你正念一句佛号的时候 恶也没有 善也没有 得到的是清静 有人讲 佛就像一个清水的珠子一样 听说这个珠子放到水里边 什么污泥浊水 就一定会变得干净 不变得干净也要变得干净 因为它这个珠子就有这种能力 平时我们清洁水的时候 碰到那个脏的水没有办法 我们会放白帆 据说白帆呢可以使那个脏的东西变成大颗粒 然后会沉下去 它就不会悬浮在水中 所以水就会变得清净 那个清水珠呢放进去后 所有的这些东西都沉了 但是佛教说的只沉下去还不行 最后要把这些东西都清理掉 所以佛教修行啊 尤其念佛法门 我们还要知道一些比较细致的道理 念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的确是没有苦 但是苦的种子实际上并没有连根拔除 它只是打包起来 好像无泥浊水沉到水底而已 没有彻底消灭 因此叫做代业往生 这个我们要晓得 到了极乐世界以后呢 我们修学好了培养了自己的能力 然后我们呢 再来清除这一部分垃圾 把它染污清除掉 并不是说代业往生以后呢 往昔做恶业欠债的这些都可以免了 都可以逃避了 佛教不讲逃避 借债还钱 杀人偿命 学了佛 修了菩萨道 也不会逃避 更要勇于成长 所以我们现在如果杀了十条鱼 到了西方极乐世界 这十条鱼不会找你算账 但是呢 当你到了极乐世界修好以后 你就知道往昔自己曾经杀过十条鱼 我现在应该偿还这十个命 命债 然后你会去找找到这个债主 然后一一的去偿还 绝不会逃避 因为逃避呢 恶也消不了 当然这只是其中的一种方法 比如说还有另外的方法 我们教这十条鱼学佛 他学佛以后 他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他还会要这十条鱼的命债吗 他就不要了 他既然不要了 我们也不用还 所以这还有另外一种方法 正因为因此啊 我们多多的教人念佛 多多的给一切众生 众念佛的善根 使他们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这样他们就不要了 这个事情比较方便了 要知道这个道理 所以多多的接善员 多多的念佛给其他人 其他众生回向 使他们也能够学佛 不是说为了我们不用还债了 而是说他也不用费那个力气了 何必呢 大家都清静多好啊 还来还去无聊 知道那么费事呢 就干脆不要了 就像我们现在学了佛 我们也不要了 无论谁欠我们的什么债 我们都不要了 因为我们没那个闲工夫 我们要全心全意念佛 一个道理 除了这一个方法以外 还有别的方法 佛教有无量的善巧方便 那就是我们修清静行 使我们能够悟到生命的实相 什么是生命的实相呢 生命的实相就是我们的生命 本来就是清静的 比如说啊 比如说啊 过去佛在世的时候 有个殃觉摩罗 有的时候人们要叫他指慢 因为他要杀一百个人 他杀掉一个人以后呢 就把人家的指头 的骨头取一截 然后呢 用绳子穿起来 带到脖子上 来积累他杀了多少人 像带一个圈一样 所以叫指慢 那最后呢 还缺一个人 因为旁边的人呢 都吓跑了 被杀的杀 其他人跑了 找人找不到了 杀不到人了 那他还有一个人没有杀完 所以不能完成他的任务 去找 结果呢 找到的最后一个是佛 他说把这个人杀了 就凑够一百个 我就完成任务 结果一见佛以后 像好光明 那么慈悲呢 他自己不由自主 把那个刀啊 扔掉 然后趴下来磕头 顶礼佛陀 这个人善根非常深厚 其实他杀人的时候 他也跟谁也没有仇 就是他有一个外道的老师 教他一种写法 让他必须杀人 他因为听老师的话 他就去杀 其实他跟任何人没有仇 那所以听了佛的开示以后 他的善根现前 那很快就证果 他证了果以后啊 他就说 我一个人也没有杀过 这是佛教很深的道理 其实我们大家学阿弥陀经 学心经 学大圣的经典里面 都讲这个道理 就是无我 无人 无众生 无受者 我们念佛修清净行 最根本上呢 要静我们的心意 心静则佛土静 因为心就是土 土就是心 所谓佛土就是我们的心地 心地清净以后 我们 其实就在 净土之中 净土不仅仅是 西方极乐世界是快乐的 任何一个净土都是快乐的 因为我们心地不清净 所以我们会感受到痛苦 如果我们心地清净 我们感受到的就只有快乐 而且这种快乐呢 是一种大乐 大乐的意思 它不是苦乐对比的那种快乐 因为我们平常人的快乐 非常有可能是建立在痛苦的基础上 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先有苦 这个苦不在了以后 你感觉到乐 各位大德阿弥陀佛 释迦牟陀佛跟我们讲 缘其法 一切法都是因缘所生法 什么叫因缘所生法 就是人也好 动物也好 花草树木也好 都不是单独存在的 都必须依靠其他的生命 其他的条件 而存在 也因为如此 一切法 也就是说一切生命 的本体 都是空性的 因为空性 代表不能够自己单独存在 我们必须互相依靠 而存在 那么 因为如此 生命电视台的存在 也是依靠了这么多的 菩萨 大德 你的护法 包括三宝的加持 才能够存在 但是 生命电视台存在的目的呢 就是要 帮助一切的生命 都能够找到快乐的方法 都能够离苦得乐 所以 有这么多人在观看生命电视台 你只要在家里打开电视台 就把佛陀的大智慧 大慈悲的力量 传播到你的家里 跟你的附近 你的社会 那么 你只要护持生命电视台 那 等于你的护持的力量 也展现在每一个家庭 每一个友情生命上面 所以 打开生命电视台 就是让佛陀发光 也让一切护法的功德 都展现了 感谢各位 阿弥陀佛 护持话播帐号 1996-5232 1996-5232 慕名生命传播文化职业基金会 简称生命基金会 生命电视新店大名讲堂 举办佛学讲座 讲题 尼勒三金 恭敬华范佛言所所长 仁郎法师主讲 日期定于3月18号星期三 下午2点至5点 3月19号星期四 上午9点至11点 3月20号星期五 上午9点至11点 下午2点至5点 地点在新店大名讲堂 地址是 新店市中正路 五十四项二十八号三楼 联络电话 02-2917-8855 02-2917-8855 欢迎十方大德 我上大学的时候有这样一个故事 这是真人真事啊 我们同学当中啊 有一位同学 他怎么也小便不出来了 啊 这个憋得很难受 但是我们都比较顺利呢 就没有这种感觉 因为到时候我们去把这个水放掉 他放不了 没有办法啊 最后同学 祭祀广义想办法 就用引导法啊 不知道谁想出这个方法 就用这个啊 杯子咬出水来 然后往那个脸盆里倒水 哎 好像撒尿的声音一样来引导他 哎 其他人都不敢说话 因为这个人已经快憋得受不了了 他自己闭住眼睛在那里停 啊 慢慢慢慢引导的 终于尿出来了 大家也中间也不敢说话 让他一直尿完 尿完以后他说 啊 太幸福了 哈哈哈哈 这个就是相对的 因为前面憋坏了 所以感觉到幸福 如果不憋的话 那撒泡尿有什么幸福啊 哦 用这种观点的看啊 我们平常人其实都在幸福之中 就是不会体会他 因为我们没有被憋啊 所以没有幸福感呢 过去有一个老和尚 教一个居士 因为这个居士说他很烦恼 那家里边呢 嗯 又有鸡 又有猪 啊 还有牛 他他养了很多动物嘛 家里边经常跑到屋里去 他说烦死了 有什么办法 老和尚你给解决一下 老和尚说啊 好办呢 你先把鸡放到家里边 不要养在院子里 你把它放在家里边养起来 啊 这个人因为尊重师父嘛 就把鸡放进去了 过一段时间他说啊 这个更烦了 那个鸡那么臭 他在里边乱叫 老和尚说你把猪再拉进去 放到屋子里 这个人很听话啊 他又把猪拉都放屋子里 啊 那个屋 屋子里面就更脏更乱更臭 本来就没有多大地方 然后他又他说他受不了了 老和尚说你还可以啊 你要再忍耐 我教你的方法一定有用 你把牛再潜进去 潜进去以后 他说老和尚我活不成了 老和尚说是真的吗 他说真的我精神要崩溃了 老和尚说好 你现在呢 把他们恢复原状 原来在哪里还放到哪里 哇他说老和尚你真是伟大呀 真英明啊 我现在没有烦恼了 都好了 老和尚说原来你就这样哦 原来是不是这样 他说是 他想开了 所以这个好和不好呢 就是我们的心 如果我们的心清静的话 那那个外面的环境没关系 但是我们由于不知道 就是需要一种对比 极乐世界乐不乐呢 非常乐 为什么 因为我们在这里很苦 去了那里就感觉到乐 那如果我们这里边 要是能乐的话 我们是不是等于已经去了极乐世界 哦 所以自敬其引是更重要啊 它消灭了这个对比以后 得到的究竟的一种乐 所以那种究竟乐是什么意思呢 它没有对比 一律平等 平等 平等是什么意思呢 没有自我呀 不生不灭 不够不净 不增不减 这当中呢 没有一个自我 这是佛法讲的非常深的道理 所以学佛的人 要想得到这个究竟的乐 也要和这个法相应才行 这个法是什么法 这个法就是大圣佛法 就是实相念佛的方法 所以我们仅仅知道 嘴巴上称名念佛还不够 还要知道还有种种的其他的方法 那么最终达到什么念佛呢 要实相念佛 实相念佛就念实相佛 因为实相就是佛 那么实相佛到底是什么佛 就是我们平常说的法身佛 法身没有形象 也没有执着 没有任何人物 清净 也就是我们净土法门里边 常说的自性清净心 这个心本来就具足 本来每个人就都有 是因为我们不知道 我们不会用它 我们很冤枉受了很多苦 因为我们执着 执着有一个自我 那么当然就会去感受 所谓自我的痛苦 其实啊 身体它只是一个感觉器官 身体 其实不知道痛苦 也不知道快乐 大家想想 如果这一口气不来 这个身体变成死尸的话 那你用钉子扎它 它也不会感觉到痛苦 你骂它 你骂它什么它也不会感觉到羞辱 它也不会生气 它绝不会跳起来跟你对账 它不会跟你干的 它不会感觉到受污蔑了 因为它已经是死死物 不是活的东西 所以能够感受快乐 痛苦的这个是什么 是我们的心呢 那心又在哪里呢 二祖到达摩祖师那里 最后知道啊 求心了不可得 因为他说他心里不安 那为什么心里不安呢 他在那里讲法 达摩祖师呢 就听说这里有有中国人也在讲法 他就去看了 参加 进了这个讲堂以后呢 他就在后面看 看他讲的讲的这个佛法有问题 达摩祖师忍不住就笑了一声 二祖那个时候很有名声 听法的人很多 脖子上挂了一串铁念珠 他讲完以后他下来 他说 请问笑什么 达摩不吭声 他拿下拿下铁念珠的挥手一打 把达摩祖师的牙齿打掉好几颗 达摩祖师也不说话 因为他已经是正国的人 他知道如果他把牙齿吐出来 把血吐出来的话 这个地方要要有天灾出现 人民要受苦 所以他吞到肚子里去了 他离开了 因此二祖呢后来知道 一看这个人这个样子 他知道这个人是有修行的人 他就追寻了 最后找到少林寺 达摩在那里面壁打坐 不理他 他要求法 他知道不是一般人 他求法 达摩不理他 所以他心里面感觉到就不自在的不安 后面的故事大家知道啊 力血断壁 这就是二祖干的事情 他等了很多时间 我估计大概是春夏秋冬 到了冬天下大雪 达摩祖师还是不理他 他站到雪地里 他那个时候大概很难过很伤心 也下定了最后的决心 他就古代的时候人们会有戒刀 他拿这个戒刀把自己胳膊一下砍断 砍掉以后这个 就感动了达摩祖师 达摩祖师就问啊 你找我到底要做什么 他说弟子 心不安 请大师为我安心 达摩祖师说好 把心拿来 我给你安 然后他那个时候就到处找心 找到最后也没有找到 他说求心了不可得 达摩祖师说好啊 我给你安安完了 你没有心按什么意思是 你没有心 既然没有我给你安完了 好 这个是大家知道的一个故事 其实这些故事 都包含着大圣佛法里面 极其深刻的毅力 不是听听故事就完 因为后来呢 这个慧可大师就是二祖啊 从他又往三祖 僧灿 四祖道信 五祖红人 六祖惠能 这样传下来的 这是禅宗的法脉 达摩是西天的第二十八祖 是中土的初祖 从此以后啊 这个禅法在中国大型 才有后世的 五家七派种种的说法 才发展起来 那么禅宗和净土宗 到底有什么区别 根本上没有区别 都是悟得 那个本来就清净污染的心 本来就没有任何痛苦的心 如果我们能够找到这个心 也就说如果我们念佛能念到花开见佛物无声 那个时候 我们得到的快乐绝不是现在的快乐 那时候 时时刻刻 刹刹那那 在在处处 都从内心发出 真正的快乐 那个叫什么 不仅仅是叫法喜啊 那个叫禅乐 那我们在一言一行 一举一动当中 都和我们本来就 有的 这个自性清净性 能够吻合啊 我们才知道 那个阿弥陀佛到底在哪里 那个净土到底在哪里 阿弥陀佛就在心中 我们唱歌经常说阿弥陀佛在心中 唱得很熟 因为没有找到 其实没有多大的感觉 念佛很多人念到流泪啊 这个流泪不是痛苦的流泪 如果说有一点感伤嘛 也有 因为什么呢 感受到这个法门不可思议 感受到我们接触佛法太晚 那 那 后悔自己呢 没有早闻到这个法门 后悔自己没有好好地用功修 起了惭愧心 这个 会流泪 另外呢 就是感受到阿弥陀佛的慈悲 感受到佛法的力量 感受到我们能够有人生 能够得于佛法 庆幸 这一种欢喜也会流泪 另外往昔的善根发起 我们今生又能又一次能够遇到佛法 又一次和我们比较熟悉的法门相应 那一种相应的感觉 非常受感动 也会流泪 那通过修行呢 我们念佛 有一些苦呢 真正的是去掉了 我们会感觉到我们平时太愚痴了 我们为什么会那么执着呢 何必呢 法门这么广大 我们念佛的人 这一生在这里 下一世就在极乐世界 这个身体在这个世界最后一次啊 多么宝贵啊 以后再想要这个身体 那不知道要经过多长的时间 再回来 我们现在跟所有的人结缘 认识的人 那再过不多久 我们就见不到了 当然有的人先走一步 有的人可能会晚走 总而言之我们再见就不容易了 如果到了西方极乐世界 还是比较容易 因为大家到了那里呢 都会抱得一种神通 互相都了解 如果在其他地方 那就很难了 所以这个姻缘多么殊胜啊 何况我们不是在市场上 不是在马路上碰到的 我们是在这里同修啊 多么亲密 多么有缘 你想到这些 你想不微笑大概也不可能啊 我们能活多久 百年三万六千日 非常容易数就数完了 念佛念三万生很容易啊 念一句如果是一天的话 很快一辈子就没有了 何况我们已经这么大岁数了 还能活多久 简直这个时间太短太短太短 因此我们拼命念佛 我们都认为念的太少 我们拼命的做善事 我们认为我们做的太少 我们在这里拼命的快乐 我们认为我们快乐的太少了 因为我们往昔受的苦太多 那些苦呢 一念佛知道自己都白受了 没有意义 没有结果 白受苦 很冤枉 那我们呢满心欢喜 把这个方法呢 告诉其他人 让其他人也能得到快乐 所以念佛的人呢 他确实有法 各位菩萨阿弥陀佛 养过狗都能知道 狗对人类 对主人的忠实 超过你的太太 超过你的先生 所以希望各位千万不要一弃 你所养的狗 我们现在中华护生协会 已经收养了三千条流浪狗 甚至大部分都是被 被弃养以后被抓走 结果七天之内 如果没有人认养 就要被杀死的流浪狗 为什么呢 因为很多人养一养 不养了就给它丢在路上 所以希望各位 众生皆有福幸 特别狗跟我们人类特别有缘 谁要被遗弃呢 谁要被流浪呢 谁要被处死呢 所以希望各位 多任养流浪狗 也关心台湾救狗协会 也护持护生协会 在做的这些救流浪狗的计划 阿弥陀佛 让我们一起来珍惜它 保护它 因为它们是我们的朋友 护持账号 5001-6766 5001-6766 5001-6766 日期定于3月21号星期六 上午8点半 地点在板桥市永安公园活动中心 地址是板桥市双十路一段25号 联络电话 02-8252-3580 02-8252-3580 当日江紫翠捷运站3号出口 上午7点至8点半备有接驳车 经要释放大德发心受解 开启菩提心 共臣佛道 念佛并不仅仅是念佛的名号 念佛的名号只是无量念佛法门其中的一种 我们戒杀放生吃素持戒 护持道场 诵经开法会 太多太多的方法 所有的这些方法归根到底其实都是念佛法门 哪个不是要念佛呢 所以念佛法门非常广大 它本身其实不受任何拘束 如果我们发心要往生极乐净土 那么只是把这些方法 我们修的过程当中和修完以后呢 我们记住要回向 回向自己往生极乐就可以 回向的这个心是非常重要的 学会这个方法极其重要 所以每天我们都应该回向自己往生极乐 也回向所有的众生能和我们一样往生极乐 这样把所有的力量呢 我们集中到一个方向就是朝向极乐这个方向 如果我们的心念不一致 不会回向 那有很可能方向不一致 如果一张桌子 拴很多绳子 很多人去拉着一张桌子 那么这一个人往东边拉 那一个人往西边拉 这两个力量就已经抵消了 那如果其中有的人力量稍微大一点 他可能会往一边偏一偏 那如果有一百个人拉这张桌子 七扯八扯 这个桌子就稍微乱动一下而已 可是如果这一百个人用的力量 都向一个方向 这个桌子飞快的就拉走 和这个道理一样 我们做任何的事情 让它方向都向极乐 有的人说我不向极乐 我不往生极乐 我要往生 东方 要师佛的流离世界 可是你要好好看经典 往生要师佛 流离世界的人 临终的时候八大菩萨 又把你引到极乐世界了 你好好读经典 八大菩萨士气道路 领到极乐世界阿弥陀佛那里了 因为佛啊 就怕我们众生心里乱 所以呢 广宣净土法门 其实 任何的净土 都是一样的 诸佛没有区别 诸佛的国土也没有区别 因为佛土都是清净的 不清净不能叫佛土 乃至我们这个苏婆世界 也是本是释迦摩尼佛的净土 所以有的人说我要往生 啊 苏婆世界继续留在这个世界啊 其实一样啊 心地清净在哪里都一样 心地不清净到哪里也 也不行 所以最重要的呢 是把我们的心 回归我们本来有的自性清净性 其实念佛就是念这个自性清净性的 是自己念自己 自己念自己的本心 本心就是净土 懂得这个道理 你念佛的快乐 一定增加很多倍啊 因为我们不相信自己 没有找到这个真实的自己 所以我们需要有外面的一个形象 阿弥陀佛极乐世界等等呢 才引导我们 念佛念到一定程度 心清净了以后 自己就知道 恍然大悟啊 原来如此 所以才会有说啊 生则实不生 不生才是生 等等类似于这样的 啊句子 那我们平常人听了不大理解 那明白这个道理以后 我们才认为 确实有道理啊 因为十万亿佛土 无量佛土 都在我们的心中 都在这个自性清净心之中 所以修哪个法门 不是念佛法门呢 虽然这样说 总要有一个下手方法 持名念佛的人 就以持名念佛作为下手方法 所以在这个下手方法上 真的就要达到一定程度才可以 如果不然的话 有的人说一门深入 那你就只有一门没有深入 最近有的人老问我 什么叫一门深入 我说这一共只有一共有四个字啊 不仅仅是一门的还要深入 深入以后你知道所有的所有的法都是佛法 而所有的佛法都是净土 没有不是的 这样就叫一门深入 如果你说就一部阿弥陀经 就一句阿弥陀佛佛号 别的什么都不知道 你是一门了 这个我承认 但是你没有深入 因为你对别的 和这个法门相应的 其他的法门 你都通通不知道 你把这个法门 旷死了 局限了 你没有深入 《无量寿经》里面讲到 敬业三福 敬业三福里面就有读诵大圣 劝进行者 没有说就 就只读诵一部阿弥陀经就够了 没有这样说 应该说呢 在读完阿弥陀经以后 还要读种种的大圣的经典 这样才能够了解 大圣经典里面所包含的 非常丰富而深刻微妙的异理 我们念阿弥陀佛 我们看看阿弥陀佛是什么意思 我们嘴巴上念 心里边呢 听 回忆 但是我们要知道 阿弥陀佛是什么 阿弥陀佛是谁 佛的任何一个名号 菩萨的任何一个名号 任何一个佛土的名号 都有它很深刻的含义 都是表法的 在佛教里面没有一句圣语 圣语 圣语的圣 就是没有一句多余的话 都有一定的含义 阿是无的意思 弥陀佛是亮的意思 佛是觉的意思 合到一起叫无量觉 那到底要觉什么 佛阿弥陀佛还有另外两个比较有代表性的名号 一个叫无量光 无量光佛 另外一个叫无量寿 无量寿佛 无量寿佛 这个光呢 表物质 表世界 表空间 空间是无量的 有无量无边的世界 没有边呢 没有局限 无限广大 你如果说这个宇宙有边际 好 那么这个宇宙外面是什么 你说外边又是其他的世界 那其他的世界还是宇宙 没有边际的 所以叫无量 另外呢 无量寿 是表时间的 寿命它是表时间 时间也是无量的 过去有没有个开头呢 找不到开头 未来有没有个结束呢 找不到结束 现在更是短暂 你把今天可以做现在 把今年也可以做现在 你把这十年做现在 你把这一百年做现在都可以 它更短 那都是方便的说法 其实现在根本不存在 现在你说当下这一刹那 问题当你说这一刹那的时候 那一刹那已经过去了 已经变成过去了 这一刹那实际上不存在 因为你还可以再分隔 你把一刹那再分很小很小 好比佛经理说 一弹指 六十刹那 这个刹那已经很小了 因为一弹指还不到一秒 一秒一秒钟大概能弹好几下 一个刹那呢就有九百生命 那变化的速度快得不得了 我们大家学一点科学知识就知道啊 构成我们身心世界的这些物质 它飞快的变化 那些分子原子都转转的拼命转 转的很快 没有一个东西不动 不动是我们的妄想 我们不知道所以认为不动 可是这个寿命啊 它是无量无边的 世界无量无边 众生无量无边 众生的寿命无量无边 如果有量的话 就像有些人说 人一死就结束了 那么就没有轮回了 可是佛经里面说 众生一定有轮回 那轮回的话 那生命结束了吗 结束就没有轮回了 所以没有 一切众生寿命都是无量 所以这个无量光和无量寿 表示什么呢 表示我们自身的生命 就是无量寿 无量光 每个众生都是这样的 因为我们不了解 把它局限在我们这个小小的肉身上 然后局限在我们这个妄想的心上 那我们当然就变得非常痛苦 非常可怜 天天担心自己出事情 然后天天担心自己要死掉 其实不用担心的 你学佛不学佛他也不会死 死了就没有轮回了 所以我们应该关心的是 那我们这一世能不能过得好 今后能不能过得好 今后是不是能够去一个更好的地方 比如说到西方极乐世界 这是我们应该关心的问题 怎么样去呢 太多的方法可以去 持明念佛仅仅是其中的一种 还有观向念佛 刚才我们吃饭的时候说到有一个方法 叫薄舟三昧 这是念佛法门里面的一种 九十天呢 不停止 要一直惊醒 不可以停 当然除了上厕所吃饭 这总不能端着饭碗到处跑吧 那坐下来吃 那个时候可以 不能故意磨蹭呢 吃完拉倒赶快起来 继续走 不可以停 这个是这个法门就这么规定的 否则的话就不叫这个名 可以叫别的名 晚上不可以睡觉 第二天也不能睡 第三天也不能睡 九十天都不可以睡觉 就一直走不能停 这就是有心没胆子呢 事都不敢事了 你有本事试一试 我们现在有的有的道场可以提供场所条件的 叫二十四小时念佛 念一天一夜 那个人就感觉到第二天我要好好的睡一觉啊 真是受不了啊 尤其这个到最后几个小时 那就不知道是怎么过来的了 那有的人发更大的心说 我要念四十八小时 两天两夜 可以啊 发心很好 能不能坚持下来 坚持到最后 你讲什么我要回家睡觉 你过去发了愿了 你说要念到底啊 不管了以后再说了 睡了再说 因为身体不行啊 色力不坚强了 这个要慢慢的训练 调柔身心 也要靠往昔的善根 你不要看有的人有病 他就能念 那我们那个身体很棒的人 那不行念不了 这个要看情况 那两天都念不了 念九十天 你想想这个人他多么的了不起 这都不是一般人 哦 所以 念佛要念的快活 也没那么容易啊 念佛当中有苦啊 因为不精进所以没有苦啊 精进你会知道不容易是有苦啊 阿弥陀经大家都送 若一日 若二日 后面还有啊 要若七日啊 没说到第二日就停啊 啊 所以说要念到七天一心不乱 没有不往生的 那你想想 如果能念七天的人 这个人是不是 决定往生 所以我们要去做才行 做完了以后 你会很快乐 你如果坚持一天一夜 你这一个星期 佛号都不会断 不用怎么用功 他自己在那里 像念佛机一样在自动的运转 你才长寿到一点点 哦这个法门原来这么殊胜啊 自己就可以可以念了 那你要能念七天 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吧 念七天你就往生啊 你直通通的去那里了 你绝对不会再怀疑说 这个极乐世界能去还是不能去 不会了 嗯 但是我们念不了 为什么 业障 身体坚持不了就是业障 那个时候苦就来 如果我们要能够坚持 那真是大乐 说明你的身体太好了 说明你的心太坚强了 所以阿弥陀佛都了解我们 非常了解我们的能力 到底有多大 阿弥陀佛说 临终的时候我来接你 你不用担心了 现在你该怎么生活就怎么生活 你能够念我的名号就念 能念多少你尽量念 不管你念多少我都会来接你 一般来说七天之前来通知你 当阿弥陀佛来通知你的时候 你要觉醒啊 你不要说阿弥陀佛不至于吧 还有七天呢 七天以后我就要跟你走啊 你不要打这个妄想 那阿弥陀佛比你清楚的很 说明你七天之后你这个身体就不能用了 因为人的寿命它有定数的 说多少就是多少再延长不可能 到那一天就算身体好好的 你也必须走 所以阿弥陀佛呢 掐准了时间就七天来接你了 那时候你赶快做准备 啊 七天之内你就尽量念佛 准备走 有的时候个别情况也会一个月之前来通知 那你就啊 多准备一些时间啊 可能还有些事情呢 需要去处理 你把它处理好 这时候高高兴兴的走 因为什么 你就可以提前到阿弥陀佛极乐世界去享受那个极乐的生活啊 那你有什么不高兴 你要不想走说明你有留恋的放不下的 很多不行 很多人走的不痛快就是因为放不下 如果能放下走的一定非常痛快 没有问题 嗯 这里总是有这么多苦 阿弥陀佛那里没痛苦 你要考虑你为什么不想去啊 为什么 那有些事情还没有想开了 你都身体都不能不能用了 阿弥陀佛又不必哄你 他骗你干什么没有必要 所以要高高兴兴的快快乐乐的 跟阿弥陀佛一刹那之间去了 去了你以后你才知道哇 全是真的一点假的都没有啊 那真是太美妙太美妙了 然后呢你本来打算回来告诉大家忘光光 因为太高兴了 忘了 好我们先讲到这里 谢谢各位 阿弥陀佛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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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